内阁力手拿98K 对着外围守卫砰砰就是两枪 另一个听到动静 刚要上前查看 就被捷克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零之时干掉 接着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汽油倒进大门 大伙瞬间蔓延到工厂内部 吸引了克莱恩组织的注意 这时小队则从另一个入口悄悄潜入 下一秒 随着一声巨响 众人对小卡拉展开无差别射击 受过特殊训练的捷克如入无人之境 探长则是遭遇老黑 两个老朋友如今刀剑相枪 可即便是老黑身负重伤 探长仍然不是他的对手 眼看落入下风 他只能使出阴招 拼命按住老黑的伤口 趁他吃通要他命 探长按下开关 曾经的老友被他亲手腰斩 这边金发妹找到杀他父亲的局长 果断开枪爆了杀父之仇 此时工厂内的烟雾越来越大 几人连忙会合撤出了这里 出来后 金发妹发现杰克没有跟出来 便要返回工厂救人 内格力让他不要担心 这种小场面要不了他的命 事实也正是如此 工厂里 只剩下杰克和小克莱恩 两人经过一番对射 杰克已经弹尽两举 但很快他就想到一个办法 他打开一袋思量 落地的声音引起小克莱恩的注意 可刚找到声音来源 下一秒 杰克就从身后冲了出来 没有了武器 他连给自己踢鞋的资格都没有 三下五除二就被他按在水里反复摩擦 吃饱喝足之后 又将他一脚踹向火堆 让这个罪魁祸首得到应有的下场 看到伙势越来越旺 杰克刚想跑 工厂里便发生爆炸 众人一脸懵圈 好在杰克有光环附体 一个硕大的身影从烟雾中走不出来 金发妹跑上前一把将他抱住 殃及全国的伪超案也就此画上句号 第二天他接到内格力离开的行星 为了不暴露他的去向 杰克只是轻轻一念 手机瞬间四分五点 随后他跟金发妹告别 像他这样的人 注定过不了安稳日子 金发妹知道留不住他 于是给了杰克一张纸条 上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让他想起自己是给他打个电话 接着他找到探长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探长最终决定养条狗 因为他知道有时候狗比人厚狗 最后他来到哥哥坟前 将爷爷交给自己的二战勋章留给了哥哥 剧情的最后 杰克大度走出小镇 就像他当初来到这里一样 灰灰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最后期的带走出小镇 去吧